欢迎收看财经环节 今天请来的嘉宾是秦德加的 Gilbert 你好 你好阿涂 最近的金价似乎是截至上升 可否解释金价会推到这么高 现在是1400多 是呀 如果大家记得 其实早几个月 年头的时候 基本上年头上网节目都说过 今年对黄金都挺有看好 有机会超过1400 怎知道这么快就已经过了1400 已经过了1450最高位的时候 其实过去两三个月主要的原因 可能对环球的经济有点忧虑 大家当环球经济开始有些下滑 或者有忧虑的时候 黄金都是避险的工具 尤其是已经传了很多消息 就说过两个月之前 已经说美国联储会减息了 减息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减息就是一个周期 可能他们对后市的经济 都不是太乐观 已经过热了 不可以了 你要减息了 所以变成这两个月 是特别多人去投资 去买黄金 令黄金的价钱 卖市价钱是上升了超过1400 是 金一向是避险工具 其实银是否是一个好的避险工具 银也算是一个避险工具 但是价钱便宜很多 我们称为黄金的穷的表弟 如果英文解释 如果人们没有钱 买黄金的避险 便买白银 以前就是这样说 但是以前通常维持 过去这么多十几年 都是维持着 通常有50至60 即是一个倍数 即是黄金对白银 有一个相应的倍数 但是自从黄金 这段时间上升得这么多 但是白银又相对没有上升得这么厉害 那每个人已经破坏了 那个对比 可能现在差不多八十几九十 即黄金是贵了 白银八十几九十倍 那变成了白银 为什么暂时还是什么 可能最大的原因 2019年都是它的需求 没有那么平均 没有它增加 最余是加美贸易战 加美贸易战影响到中国本身 本地的经济 那变成了它对白银的需求 因为白银除黄金最大的分别 就是白银是有它的工业用途 可能它对黄金就没有工业用途 黄金是纯粹是首饰 和投资而已 但是白银主要是有另外一个部分 是有工业用途 如果那个需求没有增加或者下降 那变成了对白银的前景 就不是很大影响 就是价钱不会升得那么厉害 那变成了白银 算不算是一个好的投资 暂时不会是 暂时看它的图表 和技术性分析 都是大概维持在16至17元 除非它能够突破17元 未来基本上现在可能到了年底 就算是黄金升得多少 可能白银都是16至17元 因为根本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刚才我说的 好像中美和白银前 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令到中国的经济 突然间需求很多 要很多振兴经济 所以白银的需求 没有太大改变 而再加上它的供应 即是它出产的白银 也没有特别少了 即是平均 但是未来那几年 已经看到白银的出产 会越来越下降 因为那些抗疫已经开始没有了 开始用了 出产了 那就变成了 未来那几年 可能白银就会好一点 但是口试 今年下半年 都不会 白银都不会升得超过17元 是 可以吗 不用 长期晚期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